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除了股票和衍生工具之外 ETF可能是初歌經常聽到的另一種投資工具 究竟什麼是ETF? 投資ETF又有什麼要注意呢? ETF又叫做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的表現是緊貼一個基準指數 例如盈富基金就是追蹤行薪指數 ONSEC A50 ETF就是追蹤新華富時A50中國指數 透明度也挺高 ETF的買賣方式和交易股票分別不大 都是以每手為買賣單位 交易費也與買賣股票相近 ETF最大的特點就是投資一籃子的證券 好像盈富基金一樣 就是投資50隻恆生指數成份股 相比起投資者自己每隻股票買一手 透過買入ETF可以用一個較低的入場門檻 去投資一籃子的證券 不過有些ETF不是直接買入股票的 好像ONSEC A50 ETF 就是透過衍生工具去投資 複製50間市值最大的A股公司表現 並沒有直接持有A股 除了股票之外 有些ETF覆蓋的範圍 還包括債券、商品、外匯等等 有些ETF還會投資海外市場 好像美股、歐股等等 投資海外市場的ETF 初哥就要關注匯價上落的風險 總結而言 ETF主要是投資一籃子的證券 投資者可以用一個較低成本的方法 達到分散投資的目的 作詞文文文字幕交代表